有見大紅婆嗎? 你已經見了很久了, 還不肯放手 只怪我過分不來 Bella…你聽我說… 我知道錯, 我知道壞 但是做婦兒代真的不容易 我很大壓力 Bella, 我又罪嫁又傻氣 已經把爸爸弄得很沒面子 人人都還要在背後笑我 不過那些通通我都不介意 我最介意就是你不再理我 Bella, 我愛你 無論過去、現在、將來 我也一樣愛你 你別這樣, 我不是怕你對我壞 我是怕你對我好 你多給我一次機會… 一次多… 好, 我最怕別人哭 尤其是那些又哭又貴的男人 是你才會心軟的 讓我看見她的臭丫頭 我大力煎她幾巴 她擺明裝作的 最怕她就是不服氣 所以想追回你, 飛回你 你這副尊容, 外面有很多傻盤 不要擔心自己 還有, 最近出入要小心一點 好, 知道了嗎? 謝謝… 三點了, 大家好 謝謝你 媽, 你不是推出了樂壇嗎? 什麼時候復出的? 你覺得你媽媽的聲音 像身材一樣保持得那麼濃稠嗎? 既然既然, 你在唱就在唱廣東話 但播放韓劇嗎? 韓劇有什麼不好? 沒有, 畫面漂亮, 主角正 場景又散鏡 我最討厭, 香港人 開心點吧, 香港人 你現在的病康復了 之後又可以睡得很久 一切向著很光明的方向去 你看見嗎?乾杯 你不明白嗎? 你解釋給我聽就明白了, 女兒 全部都是由我看見那個死人所變開始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和她在一起就這麼好睡 究竟我和她有什麼瓜葛呢? 最壞了, 十歲前的記憶全都沒有了 是, 也未必與記憶無關 大家住得那麼近, 遇到也很不奇怪 不過, 緣分的東西很奧妙 很難解釋 是不是真的 以前那些什麼韓國男女主角 很流行前世就不知道什麼事 不是, 今生就遇見到嗎? 是呀 就好像那一套孤寒又殘眼的怪鬼裡面 那個女主角還沒出生的時候 在媽媽的肚子裡就已經見過男主角 到她長大後 眼中就只有男主角一個了 那些花是甚麼呢? 蜜花 我從來都沒有收過花的 蜜花的花語是甚麼呢? 戀人, 送給你 好, 媽咪 這麼風騷, 做什麼? 對面馬路問你這麼騷嗎? 我有下場, 你先回去吧 叫你媽媽一個女兒去哪裡? 沒什麼特別 就跟姐妹多喝一杯 或者上山頂看夜景 一分鐘去大武山喝一個早茶才回來 這樣叫沒什麼特別吧? 沒事, 我遲到了, 我走了 別玩瘡你的心 是, 媽咪 Hello YouTube的觀眾 記得Subscribe我們這一條的Channel Like這條片, 按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新片了